更大的混乱 或许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过去的72小时里 世界政局连续发生了三起意味深长的大事 这三件事看起来毫无干系 但却深深影响着世界格局 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前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宣布离职 我在前文介绍过 英国民众选择脱欧 就如同美国民众选择特朗普一样 其本质是西方世界内部已无法弥补巨大的社会裂痕 致使民众逐渐对传统政治体系丧失信任 随着想特雷沙梅这样温和派逐渐淡出英国政治舞台 英国政治或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一旦因此导致硬脱欧 或许会引发一场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灾难 而第二件事 就是莫迪以巨大优势 再度当选印度总理 这是其所在政党 在印度建国七十余年后 第一次有了全面挑战甘地家族政治体系的能力 也意味着 一直效仿西方实施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印度 终于无力支撑其庞大的治理成本 在他的带领下 印度过去几年的经济状况 以及社会贫富差距均有不小的恶化 可以印度人依旧选择其继续让出任总理 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莫迪就是另一个特朗普 因为印度所面临的困境 就是全球经济寒冬下 传统政治体系失衡的缩影 驱使人们前进的力量 无外乎欲望和恐惧 当经济欲望已无法维持社会稳定时 恐惧 必然会成为政客们弥合社会矛盾的手段 这个曾在吉拉特邦屠杀案中 扮演复杂角色的政治人物 当年甚至因为这起事件一度被美国禁止入境 而在他的第二次选举里 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依然是其主打的王牌 如果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陷入恐惧与仇恨中时 世界的未来 将充满了太多的不定事 第三件事 便是根据观察者网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政党 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一败涂地 昔日马克龙的竞选敌手 欧洲及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党魁勒旁大获全胜 并要求马克龙立刻解散议会 这几年来 特朗普市的民粹情绪蔓延欧洲 意大利 波兰 希腊等国的右翼政党先后上台 而作为欧洲政治最后防线法国 在几年前 勉强抵御住了民粹主义的袭击 可终究还是在这次选举中彻底沦陷 有人说 特朗普现象只是一时的 像他这样不正经的糟老头 还能在总统大卫上干多久 其实 相较于他能干多久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特朗普们 在这个纷乱的年代踏入历史舞台 在2019年第一季度 特朗普狂揽7580万美金的竞选资金 比当时民主党方面八个候选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可谓全面碾压 更值得一提的是 比起其他候选人满大街做演说 打广告 还在选民那里吃力不讨好 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中 有超过90% 是200美元或更少的捐款 这大额捐款自然是那些有头有脸的富豪名人给的 可这一两百刀小钱 那可基本都是普通民众给捐的 说到底 政治这件事 脑袋决定不了屁股 但屁股决定脑袋 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电视上讲的一套套大道理 专业术语亚跟没几个人听得懂 大家伙最后爱看的 还是自个收入涨没涨 福利有没有跌 社区安全有没有解决 而在全球资本寒冬 新自由主义产能过剩的今天 传统的外扩式经济 只固然可以满足精英阶层的利益 而付出的代价 却是牺牲普通民众的尊严 历史是轮回的 因为人性也是 当全球经济陷入停滞 西方世界内部弹高分时已进食 转嫁矛盾 对外扩张 必然成为所有人的必选题 1839年鸦片战争的背景 是当时英国急需扩张海外市场 消化过剩产能 而在二战前夕 国际地位急速下跌 且国内经济凋敝的德国人 将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疯子 推向历史舞台 引发了一场世纪动荡 纵观历史 每一次大混乱的前提 必定难以弥合的全球产业寒冬 人类的经济史是有周期性的 著名经济学家 曾经成功预测美国次贷危机的周金涛先生 就曾预见过 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 美国的萧条期货将持续到2025年 由于外扩市经济的失衡 致使西方世界对外难以通过传统的 录羊毛方式 填补赤字危机 又无力平衡国内的政治秩序 产业寒冬的脚步越来越近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尚未出现 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之间愈发激烈的矛盾 将把越来越多的特朗普们 推向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特朗普们 把这场全球资本寒冬所带来的混乱 当成他们的狂欢 以更激进的政策 和更疯狂的言行 去裹挟民意 以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 而在这场世纪风暴中 各国传统政治势力如何维护住局势稳定 不让民粹势力抢占历史高点 将会成为他们的头号难题 长夜将至 希望光明 可以在星辰陨落之前 趁早降临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